复理乡十个阿美族部落一离姓在八月份圆满落幕 而乡公所依巡王力 今年在东竹国小盛大办理两年一度的联合丰年节 乡内有十个部落联合进行把格浪仪式 而部落老中青热烈参与场面盛大 部落头目撒酒祈福 照告祖林今年一离姓圆满结束之外 族人嘹亮歌声传唱鼓调脚踩祖先的舞步 感谢祖林庇佑族人安然度过山陀尔谭美等台风灾害 这是复理乡两年一度的联合丰年节活动现场 除了传唱传统歌谣 也有部落借着歌谣演绎部落迁移史 部落族人以及社区民众热情参加 尤其看见部落青年踊跃返乡参与并且学习记忆 部落头目也高度肯定 大家都非常的踊跃 非常的喜欢这种活动 因为他们需要的就是传承 他们一定要让小朋友 像下辈子的都要写到 这次比赛演出的舞马是 关于我们从外地 然后迁移到副里这边来的一个过程 对然后一直到定居 然后整个重点在于我们 迁移过来这边之后的一个 丰收的一个家庭的建立 副里乡十个阿美族部落一粒信 传统碎石记忆 却在八月份圆满落幕 部落族人也借着乡公所这一场联合丰年节活动 联合进行把格浪仪式 也为今年度年纪画下句点 开始收心重返日常生活 外地的学子也都在这个时间点赶回来 把优良的文化传统各方面 还有记忆方面 我们一代一代的一个传授下去 我希望我们这个丰年节的一个活动 能够继续的发扬光大 我们每年乡公所还有代表会部分的话 我想会全力来支持 这一个原住民的重要的一个祭典跟活动 布里乡两年一度的全乡联合丰年节系列活动 今天上午在东族国小热烈展开 巴格浪一世族人结束了属灵的生活 返回生活正轨后 各村各部落也进行各项传统竞技 以及区位竞赛 团结族人力量 拧聚共事也借此交流情谊 记者张敏泰副理采访报道